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王者荣耀国际版体验服最近出了一个新英雄 名字叫做洛里昂,是个团控法师 出场动画也是比较魔幻的 但人物的造型看起来怪怪的 像个十足的坏叔叔 下面来看看这个英雄的一些简介 这里给的提示,是这个英雄需要通过累积的技能 命中式的被动处方 这样才能打出高伤害 从简介可以看出是一个靠技能吃饭的英雄 那我们来看看技能效果 这个英雄走路是飘的,还挺慢 普攻子弹的颜色是蓝色的球形物体 普攻攻击小兵也没什么特别的 一技能可以释放三段 第一段在指定区域丢一个蓝色的球 这个球会对范围内的敌人进行攻击 第二段可以再让球再移动到其他的指定位置 第三段篮球回到英雄身上 移动的时候会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 看起来有点像一星和吸尸技能的合体效果 还是挺好玩的 二技能就原地释放 目前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效果 三技能会在身体周围创造出类似护盾的效果 然后蓄力最后爆炸 爆炸会把敌人击飞 这个效果有点像刘邦的一技能 不过威力更猛一些 技能表现看完了 我们来看看技能介绍吧 三技能果然是延迟爆炸的技能 命中敌方英雄直接触发被动效果 还是挺强的 二技能秒描述比较复杂 基本上都是造成法术伤害了 就不多介绍 一技能可以在指定位置移动两次 第三次让球回到自己身上 像不像李白的一技能 第三次都是回到原地 被动技能是用技能命中敌人来触发的 触发后造成的伤害还是挺高的 那么小伙伴 你们觉得国际版这个新英雄如何呢 叠加伤害的法师其实都很强的 国服的干将就是能叠加法术伤害 所以后期伤害非常高 而这个英雄是一边战斗一边叠加 那伤害也是不可小看的 这样的英雄上线国服的话 应该会让很多大神喜欢吧 好了本期就到这 更多王者国际版资讯 记得点击关注哟 我是伟哥 我们下次再见咯